很多姐妹都在纠结买小折叠屏手机 究竟是选三星的G4还是OPPO分点2 毕竟这两款折叠屏颜值都超高 让不少女生心动 今天就来对比一下客观说说有缺点 给姐妹们一些参考 先来看看外观 两款折叠屏展开之后 OPPO是更大的 三星显得更细长精致一些 合上之后OPPO外屏是竖的 三星是红的 OPPO的外屏是三星的老倍大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大一点的外屏 屏幕越大 可以显示的内容就越丰富 操作起来也更舒服 两款手机的外屏都是可以拍照 打电话的OPPO的外屏还可以刷小红书 这点是三星没有的 价格方面 三星的官方售价是比OPPO要高的 但是想买三星的姐妹也不用慌 可以上屏多多手页搜索62233 然后点进端区 这里面的三星折叠屏只要5000多就能拿下 直接降价了差不多2000 真的很划算了 OPPO小折叠屏也是有活动价的 而且都有假依可以时的账屏保障 放心冲 然后双数操作 三星开盒相对有一定的阻力 OPPO相对顺滑一些 就是你们比较关心的折衡问题 降屏之后折衡就还好 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OPPO支持双卡双待 三星只能单卡 还有就是女生都比较喜欢放壁纸和主题 因为三星做折叠屏已经四代了 所以积累了很多经典的主题壁纸 而且是专门为折叠屏设计 但是OPPO的壁纸大多数都是直屏手机的 没有太多折叠屏手机试用的壁纸 这点比较遗憾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给我哟